太子登基时立了太子侧妃为后 这不怪太子 他爹活了101岁 把太子府的正妃都熬死了两阵 虽说太子也是个长寿的主 但78岁登基时 身边也就剩一个70岁的老侧妃了 论姿排辈 这老侧妃便只得稀里糊涂地登上后卫 每日逛的花园都费劲 倒也省了宫斗的劲头 新皇登基 按理是要选秀 只是如今皇上年纪大了 不知道该不该按这个铃 新皇说 该 又补充 不是老爷子好色 视力不可费 这一距离不可费 京都但凡不缺胳膊 少腿的朗 刹奈间都炙手可热起来 唯有老侧妃的娘家 真心实意忙着送选 成家早些年 也只能叫女儿做个太子侧妃 如今还不如早些年 眼见老姑奶奶靠长寿飞黄腾达 一家子洗上眉梢 洗了一半 突然想到姑奶奶已经不大认人了 这后族 怕是做不了许久 便赶忙打点起自己女儿 预备送几个进去 好助老姑母一臂之力 成冉 便是这几个送选姑娘里 数一数二的人物 拼着她身体康健 一看就有长寿相 成家女儿们一片气谎 唯有成冉颇为镇定 安慰众人 嫁谁不是嫁呢 纵然嫁到年轻俊俏的儿郎 难道不要伺候婆婆小姑 难道没有通房小妾 如今嫁给了老皇上 起码是少被分高 反倒乐得自在 一人呜呜哭出声 我与表哥约好一身一是一双人 我心只给了表哥去 另一人也啜泣 三郎三郎 凌郎君 她 众姐妹 哭得更伤心了 满屋子的姐妹都有秦王 就唯有成冉出淤泥而不染 她一咬牙一跺脚 也跟着潮流哭了两句 大白 大白 白猫服在窗台晒太阳 看都不看她一眼 秦郎们各个有情有义 得了消息 纷纷赶来城府提亲 一时间 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姐姐妹妹们 整日琢磨着削发维尼 以死明智 气家私奔 一时间 城府的长辈焦头烂额 到底怕府上闹出丑事 不得不发嫁女儿 一时间 城阮成了城府女的表率 气得搂住大白猫骂骂咧咧 你若是能成个精怪 好赖也上文求我一回 我倒也不是非嫁你不可 只是着实没有面子 大白不肯让人抱 屁股一扭上树 以着树枝舔爪子 城阮在树下抬头看 小翠来劝她 公养 莫看了 这猫就算变做贵公子 也胖得很 不好看 城阮叹口气 怅然地走了 第二日 城府上门了的怪人 他长得倒也文雅 这一身白衫 见了人便开口 我求娶贵妇二姑娘 城家长辈已经波澜不惊 只责备 数字无礼 这等大事 需请自报家门 找你家长辈来说 怪人闻言 行了个礼 扭头便走 门房探头瞧了一眼 只见怪人上窜下跳跑得飞快 心下了然 江湖人士怪到不懂规矩 城阮虽莫名其妙 但好歹也是被求娶过的人 总算全了脸面 姐姐妹妹们细细地打趣 城阮并欺慕了美貌的我 姐妹们的爱情故事 和城阮的大差不差 因而谁都没法质疑 只能恭维了一番彼此的美貌 痛斥了一番少年的莽撞 最后哀叹自家哥哥的幸运 和江湖少侠的不幸 在备嫁的每一天里 城阮都在心口开河 三月后 他入宫选秀 并顺利地同另外三家姑娘一起入选 封号在私人中最高 成了招容 许诗看在老姑奶奶的面子 他随着嫁妆叮叮当当地 被运向皇宫 从马车窗口 突然见到了一方蓝天 他突然明白了 姐姐妹妹哭的是什么 兴许他们的情郎 都是临时抓的壮丁 他们哭的是身不由己的命 不过后宅 同皇宫又有多大区别呢 城阮抱着猫想 都是一样的呀 到了后宫安置 城阮乖顺的听宫李莫莫安排 他给侍女打了赏 给四面邻居送了见面礼 给老姑奶奶请了安 末了发现 大白不知躲到何处去了 这人四处寻他 总算在点灯时 他们家一个老姑奶奶 是皇太后 一个小女儿 没准能成了太妃 太孙是的很有孝心的人 眼见老爹飞快地给自己同位 反而的孝心愈发强烈 老色飞自然要在寿康宫当太后 这四个如花似玉的新嫔妃 不能伺候活着的爹 就去给死去的爹念经 也算是全了他们对父亲的忠贞爱情 念经当然不能给太平的奋力 便给了尼姑的待遇 可见 新皇很会过日子 城阮等人 行李还没安置好 又打包走上了新征城 这四姐妹 城阮很快收了回信 他对家里卖惨 家里对他哭求 双方的信都闻者伤心 见者落泪 末了 城阮在一片七皇里认清 他得靠自个儿的嫁妆过日子了 成家家底不厚 姐妹还多 嫁妆里实在的银子田产不多 余下的都是父兄的字画 尼姑有挣些钱倒也够了 谁掉第一日晚上 主持便劝他们捐了全部身家 出家人 是不能有童秀之物的 城阮咳嗽一声 道 那是自然 我出生书香门第 家里的陪嫁 也只是些字画书籍 自当献给佛祖以示成心 住持看向他 城阮开始吹牛 这是我父亲亲手写的字 他封闭十年 若不是我出嫁 等闲事不写的 这是我大哥亲手画的话 他学画十载 只送不卖 毫无同臭味 这是我二哥十年末一件写的诗集 尚未有书商堪印 然是绝本 住持和其余三位太平 看得目瞪口呆 终于 林姑娘说了句掏心窝的实声话 早闻成家的才学多过银子 如今一见 果然如此 说归说 其余三人也不是傻子 纷纷效仿承染 拿出了些理清情义重的嫁妆 愿意奉献给寺庙 老尼姑们很是生气 跟他们吵闹了一回 送他们来的内侍 看了这番精彩 回头便报给了皇后 皇后不念佛 因而比尼姑心软 叹息一回女孩的青春 亲自观照下头人不许为难 从前太庙是个宵禁窟 如今的太庙花不了几个钱 毕竟太庙在一处山上 人机罕至 买东西得打发室女下山 一来一回就得用上一天 这本也没什么 只是怕碰上匪徒 或摔到山坡下 到时候也找不到帮手 四个人因着那场 胜利与无尽的寂寞 迅速成为了好友 林姑娘方明小陈 小时候被猫挠过 不喜欢大白 楚仙养过狗 也叫大白 便常给大白鱼吃 王玉章家里 哥哥很疼他 常托人烧东西来 他们在一起打叶子牌和双鹿 打着打着就要吵嘴 可是 不管头一日吵成什么模样 小院子共铺了242块小青砖 而他的大白 总共有26根胡须 承然觉得 时光好像停在了小院子里 他如图这些小青砖 安安稳稳地 在阳光雨露里渐渐成就 新皇登基的第二年 允许凭以上的妃子行亲 皇后想到了四个小姑娘 便允许四个女孩子的家人来探望 四人很是欢喜 林小陈心里有成算 道 我家里人这个月来 先先加四月到 豫章加五月来 然然加边六月来吧 这样 咱们这热闹得久一些 都一起来了 皇后就没意思了 大家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果然 头一个月 林小陈的母亲 带了两个妹妹来了 还带了两个女乡说故事 出现父母早王 是两个嫂子来的 带了实心的画本玩意儿 还把叫大白的狗抱来了 王玉张家送了许多珠宝 首校的姑娘家不能带 就当食子打着玩 几个小姑娘快活了几个月 然然叫成然家里 其他的都补地带 送些新鲜零嘴便是 成然一口答应 心里叮嘱 自己很想吃奶酥和风干章子肉 谁料 当天晚上 他桌上便多了奶酥和风干章子肉 还有一个青年男子 他一本正经地蹬在桌上 和两样吃食并排 眼下正在细致的舔手 舔得湿漉漉了 在细致的妈撒着头发 边舔边哼记 成然吓了一声不敢吭 这怕不是人 这是个妖怪啊 妖怪抬起头 月光下 他虎泼色的眼睛闪闪发光 迎上了成然的视线时 他一点脑袋 刹那间变成了一只大白猫 成然见此情景 一声不吭地昏了过去 醒来时 大白坐在他床头 一团毛茸茸 十足正宗的猫里猫气 成然派小翠取了鱼 亲自挑了刺 细细地端给大白 猫妖妆做落无其事 成然也只得眼含热泪的假装落无其事 佛门重地都没压住着猫 可见这妖怪厉害不能得罪 大白吃得起劲 成然抖着手 又亲自去倒水 小翠叽叽喳喳 我的二姑娘哎 你可歇着吧 我扫好了院子就来喂猫 回头家里的大奶奶二奶奶要来 可别把手弄操了 成然道 这怎么算是苦活 大白从小跟我一起长大 就算是到今天 院子里没有老鼠 也是靠他立功的 他说着说着 又想起昨夜青年大便活猫 经不住哽咽起来 大白 大白 你可记得咱们往日的勤奋 我和小翠从来没有打骂过你 你爱吃鱼 我就省了鱼 你爱上树 我们也不心疼家里的柿子 便是你抓坏扑团 张妈也只是吓唬你一下罢了 大白歪着头 蹭了蹭他 小翠傻了 二姑娘 大白今年也就三岁 还能活个十来年呢 不至于不至于 院门被撞开 张妈冲了进来 嚷道 二姑娘不好了 家里出了事 大少爷打死人了 哥哥出了事 大白是个妖怪 成然在双重打击下 忍不住裂开嘴嚎啕 小翠和张妈也拿着帕子 陪他一起哭 三人哭得天昏地暗 只把其他三个小姑娘哭了出来 众人也都没有办法 王玉璋叹道 家里男人不行 就要推女子出去争光 这是家里渐渐带落的开始 这也罢了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怕就怕 男子惹事 大煞将亲 这话说的 叫成然替似横流 林小辰安慰 谁家没几个烂泥虎步上墙的兄弟 你总归比你嫂子好受点 我叫厨房做了热热的酒量园子 你且喝一点再做计较 成然又泪如雨下 这俩人把成然安慰得哭哭啼啼 轮到楚仙 他哼吃了半天 你看 你家里人 好歹把奶酥和肉干寄来了 可见 还有余力挂念你 许是事情没有那么糟糕 成然不能说这是大白猫送的 只能含糊应了 小翠和张妈都以为是对方街的东西 倒影无话 只有大白在桌子下绕来绕去 气得喵喵直叫 奶酥和肉干是好吃的 量也多 连小翠张妈都可分了一大碗 大白也要吃 成然不敢不给 抱了猫在怀里喂 张妈又愁道 姑娘 先前的三位娘娘在 我不敢多说 其实 家里是想叫咱们找找门路 成然无精打采 我哪来的门路 管事没有多说 我琢磨着 怕是想叫你 去跟老太妃和皇后娘娘求情 行 明管事来 你就说 太妃和皇后娘娘只算个凡人 我已经跟太庙里的观音菩萨求情了 小翠嘎巴着奶酥 插嘴 我听一姑说 过两日 皇上他们要来太庙祈福 家里就是指望那时候吧 成然叹了口气 无话可说 大白卧在他膝盖上 乖乖地就着成然的手心吃 吃完跳到了地上 开始认认真真地洗脸 一时间 成然觉得 大白纵然是个妖怪 也比家里人通人性 瞧着 已经不如昨日可怕了 小翠发觉 整间屋里只有自己吃的最欢 他不好意思 劝导 姑娘 不如用一点奶酥吧 今日 你还没吃东西呢 吃不下 成然说 你吃吧 放坏了不好 小翠说 正好管事 要留两天 明日我叫个腿脚筷的小丝 买红豆 猪油和麦芽糖 给你做豆沙吃 把奶酥泡在豆沙汤里 好不好 成然叹口气 不再理睬这个吃货 半夜 成然被人推醒了 他先听见大白在耳边 咕噜咕噜地叫 而后猫爪子在他脸上 踩来踩去 他明里呼呼地搂住猫 想叫他跟自己一起睡 突然觉得手感不对 一睁眼 只见圆润可爱的大白 当场表演了一番妖怪画形 成了一个修长文雅的青年 青年同昨日见到的一样 身着白衫 然后咕噜咕噜地 要往被子里钻 成然下的牙齿 蒸蒸作响 想叫 一时不知道该喊非礼 还是妖怪 而大白不以为意 把自己盘成一个 手尾相连的球 然后严肃地开口 如你所见 我是一个妖怪 这些年 多亏你的庇佑 我修的人生略有小成 如今 我打算报恩 你养我三年 我供你去世三年 从前 我只想默默地为你做些事 但如今你有麻烦 我觉得立下你表露身份 这样你形式也方便些 只是 我化为本体 说不了人话 因此 今日有些唐突 他说法 不带成然表态 又变回猫样 继续盘坐一个猫球 睡在成然枕头边 成然终于哭出声 下去 你流氓 大白在这一晚上 学到了许多东西 他终于搞清楚 变做猫咪 可以睡在人类枕边 变做人 就不能上姑娘的床 外男非征兆不得入太庙 成然带着张马小翠和大白 跑到了山腰的亭子里 管事只是昨日来打头阵 今日来的正主 是成然的二哥 二哥叫成良 乃是一个娇弱的读书人 这一路颠簸 已经颠掉了不少手足之情 一见妹妹 痛骂大哥最有应得 原来 成家大公子因为妹妹 和老姑姑而膨胀 拖爱抖擞威风 一日 在勾兰安慰命运多传的头牌时 与皇弟弟亲个小舅子干啥 毕竟 小舅子只有一个姐姐当皇后 他们家有姑姑有妹妹 还都是皇后的长辈 那他 岂不是这小舅子的长辈 孙子打爷爷 能忍 成公子一时上头 拿了花瓶要砸小舅子 小舅子的狗腿冲上来挡枪 不幸乌乎挨哉 如今哥哥已经下雨 不日问斩 成家赶忙去找殷亲帮忙疏通 谁料家里的女儿们听闻 此时沾上太后 一个比一个会大一面亲 成良无奈 最后想到了成染 成染刚准备说一说 自己到底是个什么处境 去听哥哥道 你之前 不是认识一个游匠吗 这些人很会江湖手段 可能用礼带淘江之术 把哥哥捞出来 万万没想到 二哥这个读书人 会把画本当真 成染看了眼大白 三针九裂 自我入宫 怎能再和外男拉拉扯扯 什么有下 我一带不是 大白话做人行 蹲在蒲团上 淡然的用后脚挠脖子 你想要我去救你哥哥吗 成染瞅他浑身猫里猫气 摇头叹息 哎 罢了罢了 我自身难保 大白舔了舔手 妈撒起头发 自身难保 不是还有我吗 不过 他很快明白 什么叫自身难保 皇上派了身边的大监 和小舅子 亲临太妙训斥成染 为此事 太妙上下把水缸都擦得光可见人 为表忠心 成染被从院子里挪了出来 进了醉脊堂后头的厢房 预备听讯 张妈小翠再要不到热水热菜 等闲得要银子开路 搬到厢房的第一天 大白不得不便回归老本行 捉了许多老鼠蟑螂 在张妈小翠哭哭啼啼的悲戏里 他捉得兴致勃勃 颇有食不杀一人 千里不流行的英雄气概 小太监来传话时 成染和小翠一起动手 细致地打扮过自己 雨中 白脸多可怜 两旁的太监肃然公立 成染二话不说 戚戚爱爱地行了一礼 青年冷笑一声 染太平 论辈粉 你确实是我长辈 人不该受你的礼 只是有黄命在身 成染抬起头 内眼汪汪地看着他 他张了张嘴 想说些什么 突然一愣 半晌 开口 你有十五岁吗 成染哽咽着摇头 于是 他抖然间变脸 可怜见的 还是个孩子呢 你兄长的是 一个关在太庙里的姑娘家 又懂什么 罢了罢了 两边的太监惊恐地看他 怀疑他见色起义 青年目光 凝视远方 嘴角戳动一番 又深沉道 我是安平侯 若有人为难你 你来告诉我 安平侯这辈子 都没有这么讲道理过 成染出来后 应付了小翠和张妈 大白才喵喵叫着前来邀功 成染抱住猫摸脸捏掌 感激 你竟然真会法术 这可是射魂术 大白一点猫头 十分矜持 上午 安平侯十分同情达理 太庙里的人忙着帮成染搬家 下午 安平侯又瞒不讲理 改口称成染为妖女 喊打喊杀 十分叫人怀疑 他是逼迫不成恼羞成怒 才去捉拿成染 安平侯又平心尽气 叫不要为难小姑娘 刚放了人 他又一蹦三尺膏 拿剑要亲自斩杀妖怪 太庙里的人 由着他折腾了一天 终于确定 安平侯冲撞些不干净的东西 所幸事发太庙 当即开谈做法 打算给安平侯尽尽心 其他三个姑娘刚开始 还预备为成染求情 几番折腾后 大家喜滋滋地看起热闹 等到开谈做法 整个太庙热闹得如途过年 成染自己都能乐出来了 唯有大白认真的施展社魂术 觉得自己遭人耻笑 十分委屈 深夜 被驱过鞋的安平侯 终于被尼姑娘放过 他挂上了护身符 觉得有佛祖保佑 妖女总归不敢造次 第二日 无论如何都得跑 兴许 这一屋子 除了法力高深的老师太 就没有一个活人了 怪不得 他哥哥敢如此造次 然而 第二日早晨 大雨滂沱 到了中午 下山的路都被冲坏了 安平侯暗叹一声 想不到 妖女能呼风唤雨 这一屋子没有活人了 只不知 他是想要自己的命 还是自己的色 但 昨天这一夜 他没有来吃人 兴许还是贪色吧 围经之际 只有先稳住他 他懒静自照 见自己真是风神俊老 袖色可参 忍不住悲从中来 一须吸 成也这张脸 大也这张脸 雨下的大 成染便同张妈小翠 一起在屋里吃锅子 大白也端端正正地 坐在凳子上 成染烫了肉 就搁在他面前的碟子里 张妈起先先劝 成染却细数一番 大白猪鼠的攻击 数到最后 张妈和小翠心疼起成染 觉得姑娘受了委屈 一时转不过来 也只把猫当人 便随他去了 谁料吃到一半 有人敲门 只见安平侯站在门口 捧着一盒点心 染太平 他气凉一笑 安平侯特来赔罪 成染当即看大白 却见大白震惊地站起身 伸长脖子 去看安平侯的眼睛 然后他一摇头 于是整个屋子 连人带猫的都被吓住了 安平侯好不要脸 竟真的对太平 图谋不轨 一时间 竟无人接话 好在安平侯不以为意 把点心一放 醒了个礼 寂寞地走回雨里 湿漉漉地跑了 趁着小翠张妈一轮收拾 成染赶忙问大白 怎定 除了你 山上还有别的妖精 大白一咬脑袋 没有 这山上不宜修炼 可能 可能射魂术 能叫人变傻 第二日 鱼 吓得更大了 当晚打了雷 劈了几棵树 险些起了火 安平侯平静起绝望 妖女 没有因为自己 是好而是好 他变本加厉 怕是想把自己困死在这里 恐怕活着 陪他还不够 死了魂魄 也要困在此地 是好是没有用的了 非得寄出点手段来 安平侯拿出了 自小佩戴的本命一佩 这是他亲娘 从无忧大师那儿 一分难得 母亲及姐姐叮嘱过 不到危难时刻 千万不能动用 你是生死存亡之时了 安平侯咬牙摔碎玉佩 潜入承染院子 夜深人静 妖女坐在窗边赏月 他喝一声去 置了符咒到承染身旁 妖女接住了符咒 妖女打开探了探 妖女喊了局 谁 安平侯不敢作声 只见妖女揉一揉 又把符咒扔了出去 然后他冷笑了一声 安平侯绝了过去 妖女笑了 妖女笑他不自量力 安平侯跑了 夜深人静 安平侯悄悄下了山 一刻钟后 他奋力往回走 觉得妖女若是贪图自己的美色 牺牲一番色相也不是不行 然而妖女许是为难他 他迷路了 安平侯头一次体会 风吹雨寒不着骗瓦的痛楚 好容易找到一个山洞 他哆哆嗦嗦地拳着 将要冻死之时 突然他见着了一只猫 猫气雨喧昂 像是佛的化身 他低下头舔了舔自己 突然间变身为一个 风神俊朗的青年 还在山洞生起了火 安平侯为何半夜出现在此处 安平侯颤抖着手 咸猫 救我 大白在火堆旁听 安平侯替泪交加地诉说自己的惨事 听了半晌 回过而来 他进无形之中 把成染变作了妖女 这不行 人类最忌讳妖怪 纵使是成染 乍看到自己也惶恐了一阵子 万一安平侯想除妖 一不留神把成染除了 可如何是好 于是直通通道 我才是妖 成姑娘不是 大白给安平侯带了暖胃的姜汤和点心 十分美味 安平侯吃喝过后 发觉自己竟然并不畏惧他 他带我很好 我要报恩 你要是欺负他 我就不救你了 多么有情有义的仙猫 妖有何惧 人有好坏 妖也如此 清早 天朗气清 安平侯一行人 陶也死的走了 临别前 他倒是又来见了成染 成太平 我有一事相求 我回京 会善待你兄长 饶他一命 恳请你好好对这只白猫 成染怀疑大白又施展的是魂术 赶紧一点头 侯爷放心 安平侯又忘了望大白 想能结下这番善缘 日后 这猫妖必然会得自己带来大造化 只旁边的小太监听得冷汗淋漓 这安平侯果然猪油蒙了心 看上太平了 眼下 连人家的哥哥和猫都要明知献殷勤 这如何是好 妖女 果然妖女 于是 两个月后 成染在京都名气大增 突然成为一代角色妖女 男人见了他就得迷失心窍 唯一破解的方法 是带一只白猫在身上 可见 成染八成是老鼠麻雀一位修成的妖精了 皇后早知道了弟弟的所作所为 未免军心为平 他赶忙宣布弟弟得了失心疯 押回家好生管教 而后便给太庙的四个小姑娘许了恩典 都允他们回家行亲 好在祭祀太庙前 先摸一摸这妖女的虚实 成家颇为得意 原以为长公子要死 没想到皇家的长辈到底是长辈 安平侯从太庙回来 还不是乖乖放人 因而成染归宁前 成家热热闹闹地收拾了院子 连嫁出去的姐姐妹妹们 也纷纷赶回来赶怀姐妹之情 成染的船停在码头时 成家在等 皇家在等 还有许多慕名而来的公子 藏在酒楼茶馆的雅间 大家心智勃勃地等看一场热闹 成染下了船 风配合地吹动了他的面纱 面纱下是一双好看的手 抱着一只惊艳的猫 大白只小安平侯已惹出麻烦 否则这码头哪来这么多人 而成染只是一个普通小姑娘 与其让她被人盯上 不如展示自己的绝美容颜 成为京城漩涡的中心 阁楼上的公子们果然站了起来 好猫 若下的小猫 定要抱一只回来 若是公猫 把家里的血团抱去配种 大白洞一动耳朵 轻轻叹一口气 寂寞如雪 成染被皇后裹挟到宫中 她又摆出了小白花的可怜样 战战兢兢兢 如履薄冰 皇后见她的容貌与狐里金无缘 性子也与杰与花无关 略微失望 又见她的猫 打来了就埋头苦吃 除了长得可爱 也没什么过人之处 谈及成家大公子 成染赶忙跪下请罪 谈及安平侯 成染又一次跪下请罪 看来看去 只觉得是个老实姑娘罢了 又见了其他三位太平 敲打一番 发觉成染确实平平无气 放在如今的后宫里 是绝技出不了头 她一时好奇 便又把弟弟喊了过来 叫她偷偷地躲在嘎拉脚里瞧 大白吃饱喝足 一抬头便与故人重逢 她喵了一声 安平侯便想起了 雨夜里俊美的青年 当下自己给自己灌了迷魂汤 这世间 怎么有如此美貌的猫 成染回家 过了三天快活日子 她被皇后召见后 被皇家盖棺定论了一个普通 出门踏青了两回 被民间盖棺定论了个普通 也算好看 但被猫一衬托 不过如此 眼下的谈资 变成了安平侯眼光不行 及成家赡养好猫 因而门上常来的人 多半是要买大白 或要寻大白的后代 成家美滋滋 觉得这些人 果然是要来胎成家的马屁 成染倒是问了大白 可要给你寻一只母猫来 大白立即化作青年 严肃地批评道 我已经修炼成精怪了 等闲是不想这些情情爱爱的 就算要找 起码也得是个能修炼成人的精怪 成染深以为然 再有人来 他便回绝 我家猫已经绝育了 这话搪塞别人有可 却招来安平侯处离的愤怒 他在家里团团转了好些天 让愤怒与恐惧一较高下 终于等成染归宁结束 预备返回太庙 安平侯气势汹汹地独自等在路上 甩胎侍卫 彭小翠张妈 他质问 太平 你怎么能叫猫先绝育 他这个年轻 日后活着还有什么滋味 你不是答应我 好好待他吗 成染惊诧地望着他 安平侯昂然回望 一时看成染 一时看大白 心中悲凉 这等美貌的精怪 这等善良的精怪 命运啊 成染道 侯爷 你家不用换官吗 安平侯一愣 成染又说 侯爷 我也就十五岁 同大白的处境 又有何不同呢 安平侯正正地看他 成染笑了笑 无非是 你把谁当人看罢了 大白脑子轰隆隆地想 不成 他虽看不上其他英只俗粉 但铃声不能坏 便在成染脚下扑来扑去 喵喵大叫 最后忍不住化作人形 阿染 他道 我没有被绝育 你别瞎说 我们既一块长大 何必要别的猫来掺伙 安平侯本想在成染的质问下 思索一点高深的问题 可听大白如此告白一番 当即悲痛欲绝地失恋 猫仙 猫仙 我心愿意 纵使人妖书图 我也心愿意 成染张大嘴巴 看看大白 又看看安平侯 好半天 他咽了咽唾沫 大白 你看 莫不是 他用手点了点脑子 突然之间有些心虚 哎 射魂术 害了安平侯的脑子 哎 罪过 大白见识短浅 他把手塞进嘴里舔了舔 妈撒了一回脸颊 拿不定主意地问 安平侯 你 头疼吗 安平侯一摇头 大白惊诧 那 你的意思 是想和我交配 安平侯抬眼看青年 只见大白脸上满是平静的疑惑 毫无羞愧之情 倒显了自己分外龌龊 他心神激荡 围着仙人的坦荡 而振奋 仙人愿意垂青我 大白炸了毛 安平侯 你敢消遣老子 安平侯不做人 那 仙人为何垂青染太平 那一日在太庙 为何又要救我 大白今日之震撼 不亚于成染第一回看猫便人 他露出猫像 一个逾越扑倒安平侯 踩住他痛骂起来 我救你 因为皇后是好人 虽然你对我们很凶 但我也吓唬了你 因此 扯平了 我才救你积德 而阿染 阿染和你不一样 他上辈子 还是个小宫女时 就从丸通手里就过我一条命 可他被人推到井里时 我不会划行 不会法术 只能再紧口叫 我欠了他 这一时 我原本只想做他的宠物 伴他一生 谁料 阿染还是被选去当嫔妃 还是那么老东西的嫔妃 亏了你们那老皇帝死得及时 否则 我也是要吃了他的 大白越说越气 骂了一句香音 喵 安平侯跑了 大白吸取教训 消去了他的记忆 而后 他便做猫 和和气气地盘 再承染西头 呼噜呼噜地睡了一觉 到了下午 小翠拿了一串小鱼 在车窗旁喊 姑娘 我在河边插了鱼 咱们把大白抱下来喂吧 大白快乐地扑来扑去 承染和小翠嘻嘻笑着逗他 连张妈都不拘束他们 又要回那小院子里了 大白还能去山上逛逛呢 小翠听完 愈发觉得自己可怜 承染道 那咱们叫大白带路 也去山上逛 大白支起耳朵 喵了一声 张妈游自说 哎 哎 可怜见的 落叶 他们住在驿站里 承染躺在床上 大白躺在枕边 我上辈子 真的是淹死的 大白文言 很有规矩地跳下床 化作人形 都过去了 谁叫人把我推下去的呢 是老皇帝吗 你放心 进宫的第一天 我就把他杀掉了 给你报个仇 他的眼里闪烁着火光 幸好 我敢在你入宫前修炼大乘 承染点点头 是啊 我就想 怎么会那么巧呢 他伸出手 擦去了承染的眼泪 很快找到了自己新的功绩 我是不是只很有心眼的猫 我没跟安平侯说实话 我耍了他 承染忘记了哭 你不是消去了他的记忆吗 骗不骗 也不打紧吧 大白文言 实在生气 在承染耳边 咕噜咕噜地磨了一叶的爪子 四个姑娘在太妙重逢 那三个女孩也在京城 听闻了承染的威靡 在见面时 林小成大声笑道 快来让我瞧 我们染娘娘 怎么就不是妖眼妃子了 楚仙跟着笑 怎么就叫猫盖过了风头 王玉章补了最后一句 怎么一气之下 还咽了猫 承染哈哈大笑起来 大白坐在小榻上 昂首挺胸 偶尔抖一抖胡子 在承染看她时 便喵一声 她内心很可怜 其他三个姑娘 在接下来的漫长时光里 他们要把这件事反复咀嚼 直到好光最后一点乐趣 不向承染 她想 承染不会一直过这样的日子 既然她已经和自己交了心 往后 她能带着小姑娘去赶鱼 去追松鼠 去悬崖边最高的树上乘梁 还能去看海 只恨猫脸做不了表情 她的快乐无处倾泻 只好高高兴兴地舔起了毛 而后 楚倩道 我看你养猫养得有滋有味 便从家里带了只小狗来 她不是一个人 王豫章带了只鹦鹉 林小成带了鱼 刹那间 大白快乐得简直无所适从 第二日 大白便心心头头地蹲在鱼缸边 全身贯注地凝视着林小成的鱼 她几次想要生长 却顾虑成染不好得罪人 样样放弃 转头再看鹦鹉 她喵鹦鹉叫 一猫一鸟吵了个不意乐乎 被张妈扔了块石头 方才做鸟受散 最后值得去打狗 小狗三个月大 呜呜呜呜地被大白捶来处去 末了成染跑出来 亲自夹着大白呼啸回屋 埋怨 你说你 这么大的一妖 还去欺负小畜生 大白一听 又气愤又委屈 只觉得成染不懂自己的心 头一扭 她倔强地闹起绝食 她趴在窗台上 不肯对成染咕噜咕噜 几次成染要抱她 她也尾巴一甩 昂然地走了 三番两次后 成染难得地摸出钱 拆前小翠去厨房 叫了一道鱼 大白一面吃一面 恨自己不争气 她本想和成染讲和 谁料成染依然啰哩啰嗦 你不要欺负人家吗 她终于不耐烦 便做冷酷青年 找了个理由 我想开宗立派 让更多的活物修炼成妖 因而 才磨练那三个蠢物 成染眼睛一亮 刹那间 找到了人生的事业 当天下午 张妈和小翠便被派去同小沙女交涉 要人家买两只王八回来 作为猫妖派的开山大弟子 诚然想着 成妖妃一朝一夕之功 非得长久练习才行 谁料 王八活得长 却是蠢货 大白好声好气 叫倒了他们三天 竟毫无进展 当师父的一气之下 便出手教训的徒弟 教训时一个没注意 把大弟子和二弟子裹挟到了厨房 用一个没注意 就把两位弟子给炖了汤 到此时 师父才冷静下来 却毁之完毅 大白含泪毁失灭迹 然而壳 无论如何吃不掉 他打算把壳丢到山里 再去抓两只新王八将功补过 谁料 小翠一大早便摸进厨房偷吃 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没一会儿 小翠吃饱喝足 气羞羞地回去找成染膏状 姑娘 你猜咱们的王八怎么了 叫人给炖了 吃得就剩壳了 我姑母 是你故事太偷了开婚 张妈催了小翠一口 吃就吃了 雅王八是什么 咱们可在人家庙里呢 成染不傻 嘴上敷衍了小翠张妈 当即和大白闹起了脾气 半夜 大白便做人 趴在床头 絮絮叨叨地许愿 要给成染桌 百八十个王八回来 成染越来越生气 终于道 你说的开宗立派 是不是哄我 大白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赌咒发誓 明天 明天我就将那三个小东西修炼 你放心 我不吃它们 往后 咱们再重点数 那些我也不爱吃 成染高高兴兴地一点头 想了想 又摇头 若是会招来灾祸 便算了 我知道的 这世上 还有很多人是要除妖的 罢了 罢了 是我没有想周全 大白灵神看着他 突然一伸手 变出一件雨之大肠 把成染团团裹住 成染来不及惊呼 猛地发觉自己身体轻了许多 他被拦腰抱住 一如他抱大白一般 刹脉间从窗口飞了出去 成染抬头 看见了一弯越来越大 越来越亮的月牙 他在夜空上 痛痛快快地喊出了声 大白高声问 你生气的 不是我吃了王八 是你怕一直活在那座庙里 对不对 他说 我从前以为你很喜欢这样的日子 其实 那只是认命 是不是 倘若有的选 你愿不愿意飞在天上 第二日 大白溜达着找到了狗 又溜达着寻了鱼和鸟 而后他昂首挺胸的跑不到院子 吃了早饭洗了脸 理直气壮地跳到了成染膝盖上假妹 小翠正陪成染一起绣花 正想驱赶大白 成染却把绣活丢下 高高兴兴地抱着猫往外跑 小翠又好气又好笑 姑娘哎 咱的荷包还没绣得几件 回头怎么给那三位回礼 成染留下一句嘟囔 不送荷包了 送帕子 便把大白裹挟到了屋后的耳房 大白话做人 严肃道 你放心 都好了 成染得了这么一句话 高兴极了 他想搂住大白 然后又停了手 平心而论 大白刚刚变作美男子 他是讲究了一阵男女大房 连大白变作猫都不好意思多看 可大白实在没有人的自觉 就算变成人形 也爱头一仰 然后脚挠脖子 时间一长 他又把大白当了猫 可昨日 大白实在是很有人性 于是他迟迟一一的 又脸红起来 哎 他想 哎 大白见他扬了好半天的手 便把头一低 主动蹭了过去 晚上 我还带你出来玩 好不好 成染赶忙整理思绪 点点头 又问 昨天的雨之大场是哪里来的 那个 是我的腰单变化的 你穿了就能有我一半腰力 大白道 你现在还不熟练 等熟练了 自己穿了也能上天顿地 成染念如道 哎 你对我太好了 我却没什么好回报的 大白一摇头 不用这么讲 我本就是来报恩的 而且 无论是上辈子 还是这辈子 我都很喜欢你啊 成染脸红了起来 一下子明白了 安平侯先前的苦恼 他稀里糊涂地回去 拿着针线不知如何是好 等回货神 已经在帕子上 绣了两只大白猫 他想 哎 大白知道自己说的话 是什么意思吗 小翠哪壶不开提哪壶 多像咱大白 说起来 大白大了 该再买只猫来配种了 丙小辰 怎么瞅自己的鱼 都觉得他聪明许多 见了人 竟然知道 嘴一张一盒地讨食 他吓唬鱼 红烧 清蒸 炖汤 竟见鱼一哆嗦 钻到河叶底下去了 他又喊鱼时 又见一个鱼头探出来 楚仙也觉得 自己的狗凌厉了些 竟然自己溜达去了山里 叼了兔子回来 他逗狗 是不是抓给我的 狗竟然还点了点头 王玉璋的鹦鹉 倒没什么特别 依然很蠢 他觉得怪没面子 硬是说鹦鹉眼里有光 不过这三个小东西 见了大白猫 都十分恭敬害怕 楚仙有一回 瞧见大白伸出两个猫爪 揉狗脑袋 阿皇将军一动不敢动呢 几个人兴致勃勃 一致认定 这地方灵气足 兴许他们都要成精 他们忙忙碌碌 为此又是单亲描画 又是写诗传词 又是谱曲歌唱 王玉璋叹了口气 变成精怪也好 变成精怪就能跑出去了 不像我们 一辈子在这里坐牢 往常 承染会宽慰 身为女子 既没有人力规矩 也没有衣食繁忧 百年后也有皇家的衣柱箱 有何不可 可这一回 承染没有说话 他想 就在这座山里 有好大一条瀑布 二哥写过的歪诗里 就曾经提过瀑布呢 可林小辰拉拉他的袖子 他回过神 说总归比这些玩意儿好 兴许 他们个个都发愿成精 只是还没来得及下功夫 就叫人顿了 小姑娘们稀稀笑作一团 入夜 承染照例裹着雨之大场 跟着大白东有西荡 大白还带他去了城里 虽有宵敬 但花坊里依旧人声鼎沸 大白指着有意思的地方给他瞧 一件卖栗子的 还冲下去买力带来 承染见到了哥哥 见到了安平侯 见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 安平侯和哥哥坐在一起饮酒 他们中间 还坐着一个严肃端方的人 身着道袍 拿着浮沉 他们竟然在一处 承染诧异得很 大白便拉着他坐在三人身后 笑道 这就是道士 想要除魔的那种 他立即有些怕 大白摇摇头 他法力低微 别怕 安平侯痛苦的倾诉 我一直在做梦 梦里模模糊糊的有一个人 是我心之所向 可以醒来 我就不记得是谁 如此 辗转反侧 日渐消瘦 求道长救我 道长麻木地开口 许是哪一处的头牌 侯爷多见一见 就明白了 承家大公子赶忙接口 道长 咱们都看过了 确实没这个人 无论如何 您帮忙长长眼 道长伸出手 扔在安平侯的额头上 扮上放下来 陈衣一刻 侯爷 有没有想过去 清光馆里瞧瞧 没有热闹可看 大白拉了承染走 承染试探 你知道 安平侯是什么意思吗 大白不满意道 我也在人间待了许多年了 这些还能不知道 他看上我了 你看得上人吗 还是更喜欢猫 大白道 你是不是怕我跟其他人好 我跟你好 你不要担心 我只喜欢你 没有别的人 怎么 你是想在养旁的猫吗 承染的勇气到此为止 大白之醋猫咪 不醋人类 他实在无法确定 这只猫妖 是个什么章程 这样也好 他想 就这么稀里糊涂下去吧 他们手拉着往回赶 突然听到空中传来脚步声 道士说 两位 刘布 道士是之前的道士 他紧握浮沉 肃然看过来 猫妖 别来无恙 承染赶忙道 不是 他是我的猫 是来报恩的 我才叫他带我出来看看 道士这才看向承染 姑娘 这猫妖最擅长蛊惑人心 蛊惑之后便抛弃人 好趁他们心神混乱 吃掉魂魄里的洋气 你看安平侯 便是被他吃过的人 承染觉得 大白抓自己的手一紧 他大喝 哪来的小道士 你师祖来了 尚且要和我平背论交 容你在此处血口喷人 口不择言 道士冷笑一声 我师祖 我师祖早就死了 他的钻石 不就在你身边吗 你可真逮着我们一个门派好啊 承染看看道士 再看看大白 觉得除了安平侯那种蠢货 很难有人 对这么猫里猫气的美男子 一见亲心 再往前推 大白只会更猫里猫气 更难让人为他的气度折服 这倒是 说的靠不住 至于自己 因为既不聪明 又太过于寂寞 喜欢一只猫 倒也无可厚费 可是安平侯与自己 世间都不常有 大白要是指着玩弄人 歇过日子 怕是就没吃过几顿饱饭 他暗暗赴匪 拉一拉大白的手 走吧 别理这个疯子 道士怒喝 你怎么还这么执尼不误 要和一个妖怪混在一起 承染道 我不和他混在一起 就得去念佛经 可否没有理睬过我 然后他发觉大白 紧紧扣住了自己的手 跟着呐喊 是啊 我是真喜欢他 道士和承染惊呆了 承染嘴唇颤抖 抖人间 看大白 觉得他不仅英俊潇洒 还充满智慧 这样的大白 怎么能说是猫里猫气呢 这是聪慧脱俗 道士也呆了 当年 你跟我世祖说 你是猫 他是人 他喜欢你是图谋不轨 臭不要脸 要不是你大放厥词 我世祖怎么会 气急攻心地揍你 不揍你 怎么会跑到悬崖边 不去悬崖边 怎么会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呢 怎么 你现在倒对人图谋不轨了 大白想了想 一时不会反驳 于是攻起背 炸起毛 对着倒是一声喊 承染妈撒着大白的背 情人眼里出西施 他觉得大白很有威严 不怕 不怕 转头替大白吵架 你要跟他算八辈子钱的事 那咱们算到底 你说 我也是你失足 孽图 为什么不行你 道士瞠目接舌 失足 你都活了几辈子 反反复复在同一只猫崽子 身上栽跟头 你不腻得慌吗 承染版骑脸 灭图 怎么说你失足的猫呢 道士是很想起始灭祖的 但他肯定大白不共戴天 就不得不捏着鼻子 对承染友善 他一客气 承染就忍不住说大白的好话 说着说着 倒是悲从中来 失足 当年我们门派欣兴向荣 都是因为猫 我们才遗落千丈 承染想了想 安慰 我现在也在着手建立门派了 道士很惊奇 师祖 你这一世倒很讲道理 身为皇家太平 还记着这个 要不然我来给你帮帮忙 于是跟着承染大白回了庙里 作为首席大弟子 他见到了大师弟和二师弟的王八壳 以及活泼的基因鹦鹉黄狗果树等师弟师妹 道士气的险些当场出家 道士很有名气 因而造访太庙 无需躲躲藏藏 自古太上老君和如来佛祖 关系一向尚可 于是他前往太庙 与住持交流道法佛法 他来了两日 大白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能耐 在院上先锋道鼓地收复起立 在院子里昂首挺胸的躲步 他吸收天地精华 很快开启灵智 对月亮有了新的见解 觉得像一块圆圆的大肉 看着看着 常常缠得叹气 楚仙有一回碰上狗躲步叹息 神圣叨叨地来找承染 从前我们讲笑话 说这些小玩意儿成精了 如今我的狗怕是真成精了 承染接不上话 他叙叙叨叨 要不然我把他送给那位道士 免得耽误他成仙 承染心虚地问 那你怕吗 楚仙心事重重 也说不上怕 这狗是我看着长大的 如今也就四五个月大 从没有害过人 连你家的猫都不敢欺负 只是现在拿它如何是好呢 尤其可恨 我的狗都敢天地灵气 成精了 我什么感觉都没有 承染从前只和楚仙打叶子牌 不知道他的志向竟如此远大 承染竟楚仙的雄心壮志 所以拿出大白下山买的果子酒 和他一起喝一杯 楚仙酒量不行 喝了三杯就开始大放厥词说 但凡我是你 能搭上安平侯这条线 定是要挣出这太鸟的 无论如何 我定会叫他对我死心塌地 而后假死顿逃 改头换面 当上王妃 再然后 我要督促他获得实质 去南边做个嫌妄 若不能为皇上扫平天下 就得为万民心修水利 最不计诸书利说 闻名天下 楚仙干了一杯 继续若我是那狗子也好 若能修炼成精 必动炼三九 下炼三福 一天命而成仙 而后福泽万民 保佑华夏 而后他常常叹了口气 可叹 可叹 我什么都不舍 诚然有几分醉意 爱 只能下辈子 再得偿所愿了 门被推开 大白高深莫测地走进来 看了楚仙一眼 第二日 到时就被和尚们 火速请来做法 楚仙娘娘 手脚并用得在房间里爬呢 连他的狗 都下得后脚直立 前脚哆嗦 看着主人嚎出狼叫来 诚然 王毅章 林小晨三人带了婢女 何力才把他困住 好半天 楚仙娘娘终于睡了 全太妙 都指着倒是救命呢 倒是看了他娘娘 又看了他小黄狗 慈眉善目地问 桂妙有猫吗 白猫最佳 一碗猫血泼上去 肯定就好了 再不好 拿条蛇配着炖一炖 汤灌下去 药道病除 哎 方丈是出家人 不能破戒 我来吧 诚然听闻 赶忙抱起小黄狗 寻到大白 大白满脸自豪 对着诚然露出了 愁愁满志的笑容 他变作人 云淡风轻地 拿出了一块桂花糖糕 你吃吗 我才下山买的 热乎着呢 也给狗子一块 祝他得偿所愿 只见阿黄的大眼睛里 含着黄豆大的泪珠 摇摇欲坠 这泪珠 摇出看见活猫变人的惊恐 摇出对承染隐瞒不报的谴责 摇出对此刻处境的忧虑与愤怒 摇得承染心虚惶恐 大白矜持地等待表扬 哎 是他昨天说不想当人想当狗 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是他 是他昨天说要当狗的 还怪我吗 楚仙 说到底还是犹豫不定 轮到吃饭 他就变人 轮到念经 他就变狗 轮到打叶子牌 他就变人 轮到输钱 他就变狗 在外人看来 需得好胜顺着 否则就要发疯 丙小辰和王豫章并不傻 观察一番后 发现了楚仙的秘密 而后又顺头摸瓜 知道了承染的秘密 没过几日 深夜 承染端着一个鱼缸 肩上站着鸟 身后跟着狗 前面有猫开刀 在山间闲逛 鹰鹉是唯一不做人 也能说话的动物 叽叽咕咕咕的一路淫湿 玩了好些天 终里有一日 几人碰见了一条野蛇 大白喜货家餐 其余一人一鸟 一云吓得魂飞魄散 这才歇了几天 然而 太妙又忙起来 皇上皇后早说 要来太妙祈福 这回总算是真来了 半夜里有人巡逻了 皇家的车队 浩浩荡荡 从山顶排到山脚 大白出去转了一圈 回来时不仅顺利盘高点 还把皇上的吃喝拉撒 讲得会声会色 道士也出去转了一圈 安平侯见他邮件亲人 上回 多谢道长指点 道士默着脸 道 安平侯的心结衣解开 安平侯道 是啊 我思量许久 发现我的脑海里 许多事情恍若蒙上一层白沙 之前 我痛苦不堪 想看清白沙后是什么 多亏道长提点 我大彻大悟 道长听不懂这二货说什么 随口玩笑 怎么 难不成侯爷要来出家 与此同时 皇后在车里 忧心忡忡地同皇帝叹息 安平侯这孩子 心地虽好 却整日稀里糊涂 怎么就又闹着要出家呢 皇上对小舅子的前途毫无兴趣 出旧出备 横竖你又不止一个弟弟 阿凡 虽说长姐如母 但平心而论 咱们对他的教养很是尽心尽力了 日后 便见了安国公 他也调不出刺来 就把他搁这里 放个十天半月 保准他还俗 皇后仍然不放心 哎 当年那四个小姑娘 在这里不也安安稳稳吗 上回醒亲 我见了一个 他还胖了呢 皇上更不在意 那更好 小姑娘都活得滋润 何况他 皇后啪了口气 哎 当年几个小姑娘去太庙 我叮嘱人照看他们 便觉得人之意尽 轮到我弟弟想来 是怎么也放不下心 皇上懒得为这几个 无关设计的人费心 哼哼两声 便盘算起从哪里挤住前 给亲爹修修粉 好有一个仁爱孝顺的美名 倒是震惊地看着安平侯 长叹一声 孽缘 这个词 为安平侯的一声 做了个精妙的盖检定论 众贵人在此盘缓 几位太妃 总得阴阴地出来 为那早死的夫君祈福 祈福之后 皇上皇后设家宴 表彰这几位姑娘的青春与真烈 家宴 承染自然带上了 明冻京城的猫 好做姐妹的话题 家宴 安平侯自然也能捞着一个 吃素斋的喜味 白猫跳到城染怀里时 安平侯心中一痛 这一见钟情的温暖 然后又是一记 这爱而不得的刺痛 她定定地望着承染 刹脉间 仿佛脑海间的白雾被风拂过 她看见了像小白花一样 娇娇软软软的女孩子 站在山腰间对自己逼语 而这记忆如鬼魅般一闪而过 很明显是被人封住了 为何要这样 为何要我忘了你 她险些痛苦地喊出声来 姑娘了过来 又匆匆转过脸 那是何等慌乱的一瞥 何等慌乱的一抹苦笑啊 为何要我忘了你 为何要我忘了你 她在脑海里 撕声力竭地质问 她在幻想中 几乎喊哑了嗓子 然后满脸欺然地平静下来 是啊 我们坐在这里 怎能 怎能记得彼此呢 可你不想我来找你 那你为何又不忘了我 姑娘饮了一杯酒 落了一滴泪 忘情酒 相思泪 安平侯自作主张地决定 爱上承染 这也正常 她怎么也想不到 人居然会对一只猫心怀不轨 于是她满心凄凉 又满怀失忆的坚定决心 就在此地出家 但由于皇后姐姐的苦苦劝说 又想到成太妃不一定爱看光头 安平侯同意待发修行 没料到 她住前殿 四位太妃住后院 实在难得碰面 蹉跎了半个月 她熟悉了地形 终于鼓起勇气 翻了墙 而后见到成染披着一间大厂 身后跟着一只白猫和一条狗 肩上站了一只鹦鹉 很是古怪 她在成染的院子里落地时 一人一猫一鸟一狗 都齐齐地回头看她 安平侯明白了 成太妃 这是要偷偷出门 小姑娘们 害怕 自然会把宠物都带上 出门能去哪呢 必然 是寻她 于是她带了一点微微的笑 很解风情 夜色正好 我们出去走走吧 成染低头看猫 安平侯见状 又轻声道 我 我都想起来了 成染不防大白学一不经致辞 只好潦草地一点头 安平侯脸上一红 这里夜幕推开了门 月色很好 成染七上八下地 听着安平侯不着冰激的瞎扯 怀疑倒是从中作梗 正想着该如何应对 只听安平侯说 染姑娘 我知道你不想让我激起你和我的事情 可是 我忘不掉 我还是来了 大白魔拳擦掌 预备化形 重新叫安平侯忘记自己姓盛名盛 突然 见到他落下一滴泪 我心悦你 此生 只心悦你 刹那间 狗嚎鸟叫 成染倒吸一口凉气 气得扬倒 好好 果然 大白嫌自己不是猫 怕自己有非分之想 特意搞了安平侯来 这么看来 早些时候 他一口气吃掉两只王八 就是有这个意思了 他气得咬牙切齿 好啊 好啊 我也心悦你 但世俗不容 从此不要再说了 大白正要痛打安平侯 闻言突然住了手 他回过头看成染 却发觉成染不肯看自己 月光照在他的衣角上 露出了冷漠的光彩 好像在这一刻 大白突然打通任督二脉 懂得了人间的猝不及防你悲欢离合 回了屋子 鹦鹉和狗站在鱼缸上叽叽咕咕 汇报了大新闻 而后 趁成染发作前连眉而走 大白一进屋子 就迫不及待地化形 刚想质问 就看见成染被对自己 面朝墙哭哭啼啼 哭得他十分震惊 恶声恶气地问 你怎么了 你不是才和安平侯你能我浓吗 成染文言 哭得欲发抽抽叶叶 如同风里飘摇的小白花 你讨厌我 走就是了 何苦这么羞辱我 我怎么了 大白气得忘记规矩 跳上床 你同他拉拉扯扯 我当场忍住了 还不够给你面子吗 成染收了眼泪 这么说 不是你施法叫他来的 大白赶紧摇头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不喜欢 他喜欢我 我喜欢他 大白略一沉吟 感觉自己没听明白 但是他再唇也知晓成染的意思 变成肯道 我喜欢你 成染抹去眼泪 破涕为笑 那你为什么喜欢我 大白做人的经验很少 并不知晓这个问题 困扰了人类男性上千年 他规规矩矩地说了许多答案 不得不显出猫身 才算躲过一劫 仔细想了想安平侯的异状 大白觉得只有可能是道士捣鬼 一而临破晓 他恶向胆边生 捉了条菜花蛇 扔到了道士床上 道士醒来时 怒不可恶 却发觉罪魁祸首 怒气更甚 一时被他理智气壮的模样震住 竟然反思起来 索性大白直来直去 毫不扑电地交代了前因后果 于是 等大白的高谈扩论 逐渐变为乌言会语 道士一甩袖子 但但道 到底是猫 纵使成了金 也不通人事 大白十分愤慨 宣布 倘若你还和安平侯一起捣鬼 我就带他走 道士微微一笑 我是方外之人 可没有插手过此事 你们一个猫一个人 怎么过火 大白冷笑一声 胸有成竹 你下山前 我可借了你不少金子 如今 你把钱还我就好 道士文言 立即劝猫妖不要随便沉迷世俗同错位 他自当会把安平侯的自作多情 收拾得干干净净净 大白不在 诚染的清晨照例 是从打牌开始的 楚仙捏着叶子牌 陈寅开口 冉冉 咱们这阵子过得很好 纵然吃喝穿戴上差了点 但也有旁的女儿想不到的好处 我从前跟你信口开河的东西 万万不能往心里去 剑诚染不生气 林小辰甩出一张牌 加一注猛药 对 纵然大白颇有神通 可若是真有了丑事 皇上不得生气 大白获得了你 获得了你一家人吗 剑诚染还不生气 王玉璋盖棺定论 何况安庭侯也不是个聪明的 三人殷切地望着他 承染笑一笑 对对 我就是看上大白 也不会看上他 另外三个姑娘立马活犯了 楚仙细细一笑 是啊 大白可是个好的 做人时跟做猫一样文雅 赤诚 文雅赤诚的大白裹挟着 道士一起拜访了安庭侯 道士在屋内给安庭侯讲戒色道法 大白在屋外喵猫叫骂 叫骂只为了迷惑道士 大白在屋外耗尽法力 让安庭侯对道士一见倾心 可叹道士生的方脸破嘴 绑大妖元 外表实在不可爱 只能叫人爱上 他对道法的高深见解 与美好心灵 法术已成 大白不敢试探效果 趁得尼姑灰扫帚 他跳起来就跑 因而安庭侯沉浸在道法之中时 忍不住正正地落了一滴泪 我一个字都没有听明白 是如何欺慕上 如此冤不高雅的人 这怕不是人间真情吧 倒是跟安庭侯说 若要我依了你 且做一道龙虎豆的锅子来 猫和蛇斩成小块 泡走血水 夹葱将花雕清炖 旁的不论 猫一定要白猫 大白趾高气昂的 同承然表公 承然笑得越厉害 大白就预示得意 往床上一躺 招呼道 来来来 你来摸我的肚皮 他若是猫 承然还摸的 可眼下变做人 承然红了脸 骂了句 瞧你这猫样 大白正有一座态 文言竖起脑袋 你是不是嫌弃我 承然为了表示 自己毫不嫌弃 只好捧了他的脑袋 挠了挠他的下巴 大白乐淘淘地蹭一蹭他 又轻一轻他 温热的气息喷出来 承然的脸一红 咱们是不是该去 瞧瞧门派子弟了 大白喜气洋洋地 便做猫 见到狗 宣布自己快要成婚 见到鹦鹉 便说自己正当新婚 见到鱼 已经细数孩子的名字了 几个弟子纷纷恭喜 一时间猫叫狗废 鸟飞愉悦 大白送出去了 好些小米骨头鱼时 承然先是看着他笑 而后有一点落寞 可惜我不能四处请客 我从前在家里 想着长大了 找一个家里不愁钱 夫婿无恶习 我母不搓磨的好人家就罢了 谁知道还有这样的活法 我从前觉得 姐姐妹妹进攻前两闹堂 没意思 谁知道最没意思的是我自己 第二日 承然抖擞精神 在打叶子牌时大杀四方 顺理成章地坐东窒息 他比大白高明许多 不仅不动声色地拌了酒 还收了礼金 安平侯在寺庙一心向道 整日围着倒是如蝴蝶般 偏偏起舞 舞得倒是无可奈何 法术斗不过大白 地位比不过头叶 只能溜至大吉 临走前 瞅着大白出去玩耍 特意来上眼药 失足 你知道这猫什么来历吗 他不需要承然回答 第一是 你见了曾经赫赫有名的光临门 有个心爱的道理 他与魔道相争使允落 只剩下残魂 你把他们收拾到一只猫的身体 原想着陪他转世轮回 将魂魄渐渐补回来 但在魂魄补回前 都脱不了茅胎 他 现在依旧只猫 再不是人了 所幸 这是最后一世了 只要你结束 他这不做人的一生 他就能补全魂魄回来了 失足 你若不忍心 就去后院烧一锅开水 准备些葱姜蒜 我在这埋伏着动手 为着猫是不是食材 承染生气地同他争执起来 张妈去别的院子串门 小翠心心托头地出来掠阵 二人凌压利齿 到大白回来 此地要有火光之灾 你跟安平侯说啊 大白热心出主意 你撒一撒娇 叫他跟住持说 那天大家不许用火 倒是继续天命不可为 但猫兄贵为曾经的仙人 要是以身忌天 便能免去灾祸 还能早日功德圆满 猫兄不想被忌天 他兴致薄薄地同承染筹划 既如此 你赶紧收拾东西 到时候咱们趁乱走 旁人也只到我们死在火里 他说得两眼发光 倒是恨不得抽自己两嘴八嘶 怀疑自己提点了 那把火的罪魁祸首 但火灾不可不防 倒是能溜之大吉 承染的人溜不得 便想着要去跟住持说一说 他伙同三个姐妹 打算以四人一同 梦见大火为借口 少不得要住持重视 于是第二天一用过早饭 便携手去庙里上香 然而来来去去 只有小尼姑招呼 旁的都没出来 王豫章摸了两块碎银子 给小尼姑 只听了他神秘兮兮道 道长昨日不告而别 安平侯绝过去了 各位师父都去照管他了 他好笑道 怎么 难不成 这倒是把侯爷的财物都卷走了 道是没有卷走财物 安平侯愣愣地对小尼道 他 他这是卷走了我的三魂六魄 小尼不解风情 只按字面意思理解 普得去质问住持 为何留妖道在此 把我们家侯爷的活头吃了 如今 侯爷都傻了 故而 有点道行的出家人 各自开谈做法 为侯爷呼叫三魂六魄 祷告佛祖严惩妖道 一时忙得不可开交 除非几位娘娘的魂拓 也被咬到吃了 可以顺路一起招一招 否则 还是不要打搅为妙 四人信信回屋 各自叫人把屋前的水缸 挑了水 叮嘱魔魔碧女格外留心 连大白也对着未能化形的弟子 好一顿喵喵喵训话 到第二日 简连小厨房都不敢开 只拆遣大白下山买了冷食 便去瞧各位师父 在大殿里大显神通 即到半夜 师父各自散场打盹 他们也无精打采地回去睡觉 便是在这时 他们撞上了安平侯 安平侯拿着倒是赠了一叠黄符 默默地注立在寒风里 侯爷这是 安平侯仿佛就是在等人问这句话 凄凉开口 他走了 我却只得这些东西 便都烧了去 若不清静 你们便来见一见 我的心是怎么死的 安平侯其实与这几人不熟 奈何他的情与恨 小四儿听不懂 你孤孤爱听 想来想去 只有这四位太妃能明白爱与仇 他凄凉的一笑 免了烛火星 凑上了一张符 刹那间 安平侯见四个太妃和一只猫 仿佛也等白多时 一同跃起 兴奋地吵火扑去 安平侯惊呆了 四人一猫灭了火 诚然恳怯到 侯爷天高雾躁 无需如此 还请早些回去休息 回去便不要燃灵火 早些安置 李小辰不若 咱们一起送送侯爷 免得侯爷又烧纸伤心 王玉章也对 侯爷拿了纸灯笼 不晾躺 我这里有玻璃的 楚仙 或者咱们把猫借给侯爷解闷 这慢慢长夜也就过去了 安平侯觉得不大对头 这四个太妃一向默默无闻 还算支离 怎的现在口出狂言 与平日大相径庭 怕不是叫妖魔鬼怪上身 这些个妖怪 只顾着在月黑风高夜 逼迫自己回寝居 怕不是又贪恋了美色 怪到道长要走 双拳难敌四手 他定是怕了这些个妖怪 要把自己拱手让人 心下一转 他只觉得内心一片荒芜 存了死质 好好好 我知道了 但就是五雷轰顶加深 我也绝不从了你们 四人一猫面面相去 还未回答 突然天边划过闪电 雷声大作 一处浓烟火光大作 安平侯回头一看 听了妖魔鬼怪中的一人弄了道 侯爷 你的屋子 着了 安平侯发觉这些个妖魔鬼怪 心地道不坏 没有趁了一片混乱 裹挟自己去洞穴或荒郊 反是敲锣打鼓喊了人就火 恰好后来又下了大雨 他们这才回去了 等到第二日天气放晴 这鬼怪却没有来 他私存一番 觉得许是道长留下的皇府有用 先有惊雷 后可辟邪 他内心一喜 察觉出道长这一番欲语还修的情谊 可妖魔鬼怪也不能留在庙里 他自食无事 万一害着旁人如何 道长 想必只顾着了自己 旁人怕是顾不上了 他把皇府色尽荷包 内心有了底气 便决心探探虚实 晚刻 他果然见着了四位太妃 太妃们又是从前沉默的性子 丝毫没有昨日发狂的模样 他试探几回 不见破绽 安平侯觉得甚有趣味 又觉得这情景似曾相识 便愈发笃定其中有鬼 道长 他在心里探一声 我知道你留我下来查证什么了 确实 此事只有我办得成 承染一行人觉得奇怪 安平侯突然不为情所困了 反倒时常说些镇妖塔所妖神的事 又说感谢归正的妖 也能当神仙做其位列仙班 听得住持和大白不大高兴 过了半个月 许是这番教话未有效果 安平侯便不多说什么 反倒抄起佛经来 此人松了口气 道长临走前 被迫还了大白一点钱 大白便去山脚下买了个小院子 置办好家当 当晚便用法术带着四人出来 叫了一班戏子 热热闹闹的开离席 几人吃酒看戏 洗得手舞足蹈 急着回去 四人还有些醉意 王玉章同鹦鹉聊得火热 一不留神 又与鹦鹉交换了身体 在睁眼 只见得安平侯的大脸出现在面前 还拿了根狗尾巴草出自个儿的会 他当即张嘴骂了一句 无理狂徒 安平侯云淡风轻地拿出黄符 仰手 到底被我试出来了 我就知道 四位太妃身边都有爱宠 这爱宠定是妖怪了 道长早料到 他不离开 你们不会现身 特特留下此物给我 若不想灰飞烟灭 便说说你什么来路 王玉章用鹦鹉脑子听完这番话 恍然大悟 他收容羽毛 银一点头 猴也好聪明 只是 我便是道长收服的妖怪 道长有失离开 才命我等暗中保护猴鹰 如今猴也用不着我 我们自当告辞 鹦鹉还是鹦鹉吗 不是 这是道长的娘家人 从此 便也是安平侯的殷亲了 安平侯对鹦鹉 有着一切 尽在不言中的意味深长 但凡碰到 他就似笑非笑地 头去深深的一撇 鹦鹉略通灵性 但始终领会不了人的表情 不过这番做作 并没有做给瞎子看 王玉章在一旁 被吓得一愣一愣 不多时 他便觉得自己的肩膀 担不起着沉重的谎言 赶忙告知众人 林小辰安慰 留着他顾了个 老眼昏花的大爷 大爷平日里 喂一喂这仨 再看一看门便可 纵使他们有不妥 大爷也只当自个眼瞎 只是 这仨灵气不足 狗想捉鸟 鸟想捉鱼 鱼最可怜 谁也欺负不了 所幸忘形大 不记仇 日子还能过 大白觉得不成 便加紧教导 过了几天 觉得他们还能看 便陪他们下山过几日看看 这几日 三个弟子不负师父所托 大白才放了心 谁料 大爷是热心大爷 他日日清晨 带了鹦鹉出去溜弯 还教他翻针头摇旗子 等他说 聚集强化 必有小米味 到了五间瞌睡一回 大爷又带狗出去玩 坐一转圈 无意不通 对着鱼 他最是心疼 这么大的池子 就一条鱼 孤零零地看着难受 第二日 林小辰的鱼 鲜些极乐升天 大爷给他买了 七条美貌金鱼作伴 大爷不厚此薄笔 不过几日 鹦鹉和狗都成了家 院子里登时热闹非凡 弟子们纷纷成家立业 再不思进去 狗有狗样 看家护院无意不通 鸟有鸟样 鸟蛋都生了一窝 鱼有鱼样 吃食懂点头摆尾 大白再来时 见到这番情景 惊呆了 承软的梦想 是以他开宗立派 如今三位大弟子 怕是不成了 黄狗见他 还有点印象 不敢吭声 鹦鹉熟练地翻了跟头起时 那鱼 连游都没有游上来 大白斗然间明白 自个儿三个月大 还不敢捉老鼠时 老娘在一旁 抖胡子的心情 安平侯也惊呆了 他左思又想 想不通道长 为何带走了娘家人 忍得几日 去问王玉璋 王玉璋做天真无邪样 是也不知道 他十分忧心 觉着倒是怕是遭了难 便打算亲自回皇城 求姐姐帮忙 一大早便下了山上了街 然而马车赶得急 吓人撞倒了个六弯的老头子 正打算给些钱便爸 只听了大爷豪桑 我的鹦鹉 我的小鹦鹉 安平侯心里跳得厉害 伸头一看 只见地上掉了个笼子 里头有只鹦鹉 翅膀蛇了 脑袋歪在一边 眼睛紧紧闭着 鹦鹉大多相似 可这只花色特别 他这辈子都忘不了 这一日 于安平侯而言 像是一场光怪陆离的梦 推开门 他见到了一个 身着白衣的青年 青年见到他 满脸震惊 似乎十分熟悉他 而他自己也觉得十分熟悉 本后 想问问你 这鹦鹉 他梦游般地开口 而青年接过鹦鹉 匆匆一点头 无妨 受了点伤 为人继续赶路 他想说点什么 茫然地搜刮出一句 公子是道长的人吗 青年妈撒着鹦鹉翅膀 很不恭敬 是是是 道长让我来传的话 那您早些回宫廷 他忙完找你 公子看着好面熟 青年三下两下 把鹦鹉的翅膀脑袋掰正了 而后把他放进笼子 无面熟 安平侯的小丝正要呵斥 安平侯摇了摇手 继续 公子 我们见过吗 而青年拎上鹦鹉 也不管客人如何 匆匆走向内院 安平侯的一句公子流步 声声噎在嘴里 他索性直接追向内屋 可内院里 哪里还有青年的影子 只剩一只狗 趴在水池边看鱼 为何此人如此形色匆匆 似乎故意避而不见 为何他又如此神出鬼没 拖有神通 安平侯坐下来 茫茫然地抚摸着狗头 狗汪一声 看起来有些眼熟 是了 这只狗 也是一太妃的宠物 怪到如此 他们都被叫到此地 除了真正的主人已经回来 还有什么旁的可能吗 那个青年 怕是倒是吧 果然 有此等学问的人 怎么可能长得方鼻阔脸 可是 他为何以那般丑陋的面具骗我 为何不肯与我相认 又为何 守护着我 天上落下了雨 安平侯看着鱼儿嬉戏 只见一肥头大耳的鱼 领着鱼群游来游去 鱼滴砸落池水里 他却呆呆地仰起头 当大嘴 其他鱼儿杀不住车 一头撞了过去 安平侯心生悲悯 那鱼儿便如同自己一般痴心妄想 求得鱼水又如何 落下来的一刹那 便又成了池中水 廊下放了小罐子 里头是鱼石 他误伤其累地抓了一把 撒向池子 空虚且落寞 所幸 这把鱼石撒得略多 一条鱼吃着吃着 突然斜了起来 安平侯顿时既不空虚也不落寞 区区半天 他已经将道士的一只爱鸟 与一条爱与霍霍了半条命 尾时难以交代 赶忙溜至大吉 大白回到庙里 沉痛地汇报了门派雨灭 几个姑娘笑得不能自已 大白怒而变回猫咪 盘踞桌上 用尾巴抽打成染的手 半晌 听见门外报 安平侯去而复返 几人诧异起来 按着大白的说法 安平侯应该快马家边的回去才是 怎么又半途而返 说什么 大白跳上屋檐 一路随着他回了寝居 半晌 果然听见安平侯 吟送了一首悲情的诗 这首诗记录了他与道士的初见 以及刚刚不敢坦露身份的相遇 大白起先还乐不可知 而后渐渐严肃 最后抑郁戏的一声喵 人世间的勾心斗角 总归是算计了自己 大白对人生的感悟 差不多耗尽了他的智慧 喵喵喵地回去 报告了这一消息 却发表不了什么高深见解 诚然等人琢磨了一下 凭借贫乏的阅历 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可心安理得的过了几日 道士却派鸽子传了信 安平侯虽然半途折返 但传信的小色早就出发了 皇后姐姐见弟弟满指一语 越来越疯 特特遣了无忧大师 来与这位出家人探讨佛法 顺便臭骂他一顿 无忧大师出行不宜张扬 便只告诉了几位亲信之交 道士恰好踩在之交的边缘线上 依然也去喝了杯送行酒 酒多容易感情误事 他朦胧胧胧间 决定给大白通风报信 承染有点愁 觉得道士话里话外 都在说无忧大师乃是真正的高人 寻思着要大白避避风头 然而还没有思量好地往何处 无忧大师已经大驾光明 他胡须以白 慈眉善目 见到安平侯时 叹一口气 侯爷身上背着几重皱纹 小翠兴高采烈 事无巨细地说了自己看到的热闹 得了一把糖筷 继续去前方看热闹 承染面色凝重 其余三个姑娘也觉得大事不妙 大白倒死撑面子 我倒是谁呢 他呀 不要紧 也就比倒是瑞强一点 要是不想扯皮 我去自己去新屋子里待几日便罢 你要是不耐烦跟他们敷衍 想不想跟我一起去 丙小辰听得直抽气 这事做了也罢了 但直通通地说出来 毁时不同人情 再想同意也得骂一句不要脸 承染到习惯了他的作风 只醋眉走倒是容易 可回来时怎么解释 大白心中一动 那便不回来了 王玉章也不慎赞同 承染会新机长 寺庙圣地 新城 妖怪难道不服诸吗 无忧大师解开了咒术 安平侯终于理清楚了 自己混乱的爱恨情仇 刚一清楚 他便一哭二闹三上吊的 在路口碰到爱情 怀念鲜猫 无忧大师慈悲未怀地 开导了他一番 把大白的底细摸了个底朝天 正要前去捉拿 猫妖不请自来 只听前面一个小沙迷 慌慌张张地跑来 不好了 猫妖现身了 住持大惊失色 无忧大师念须一笑 轮我去挥一挥猫妖 这一段路走得十分漫长 暴信的沙迷 一个一个接一个 师姐们念经不管用 黑狗屑也不管用 忽然太监已经被打跑了 已经到太平门住的院子了 四位太平正立战猫妖 无忧大师本慢悠悠地躲步 毫不在意猫妖见人杀人 见佛杀佛 听闻此 才大惊失色地小跑起来 毕竟肉身还必须在人间挣扎 皇家的人自然得看不起 而安平侯却一起绝尘 是了 成太平淹过猫仙 猫仙终于醒悟过来 可不是来报仇了吗 但无论如何 成太平有错在先 不能让他们伤了猫妖 这世间 只有我不嫌弃被淹了的猫仙 谁料四位太平越战越勇 经一鼓作气 把猫妖打出寺庙 已经逼到悬崖 住持无可奈何 只得大赞太平们 都是不是初的佛子 各个有大机缘 成仙指日可待 区区猫妖果然不是他们的对手 可见寺庙还是极其灵验的 佛祖还是护着皇家气运 等一行人知道猫妖 猫妖已被四位太平摁倒在地 他身着白衣 满脸不屈地伏在地上 安平侯健壮 心痛至极 他 他是个好妖 他有他的苦楚 你们莫要动他 却见成仁 回头看了他一眼 凛然道 侯爷 妖就是妖 一解后退 当心他狂信大法 安平侯怎能按耐得住 当即跃起向前 突然间的白衣青年张大嘴咆哮一声 露出了血盆大口和满脸凶相 成仁赶忙抓紧大白的手 丙小臣举起佛像 王玉璋大声念经 楚仙平日做功课 极不认真 此时值得跳起了大神 猫妖健壮 痛苦万分 好叫一声瘫软在成仁怀里 就在此时 天空射出了一缕 很有神性的阳光 成仁见楚仙尾石跳得不太像样 赶忙是一三人搂紧彼此 预备当场立地非先 而无忧大师开口 阿然 这一世 你很有长进 没有留在宫廷 看破了荣华富贵 没有与家人牵扯 看破了家族亲缘 没有爱慕安平侯这种权贵少年 看破了人间情爱 比从前好得多 全场人肃静地望着他 一时之间 成仁拿不定主意 无忧大师是不是在比他搭梯子 只是 你还在与曾经的执念纠结 放过他 一时放过自己 无忧大师睁开了眼睛 对着成仁一声顿喝 醒来 成仁当机立断地晃荡两下脑袋 向前一步 顿悟撞了一手指天 见无忧大师脸色一变 赶忙又用另一只手指的 全场人都惊呆了 连安平侯都不敢再多叫嚣 只有无忧大师又一喝 醒来 承染十分为难 只好微微闭眼 改做蔫花微笑 而这已穷尽承染所有的羞耻心 眼见无忧大师要喊第三声 他一跺脚 裹紧大白用腰单变出的羽衣大场 慢慢悠悠地飞了起来 不快 但很稳 大白健壮 带上其他三人 也晃悠悠悠地飞了上来 安平侯张大嘴巴 看着四人在空中会合 艰难地朝东边飞去 半途下了场花半雨 又到半途想起了一阵雅跃 住持老泪纵横 这几个太平才念了多久的金 便无能斗妖 闻能飞升 这住持 尾时当得有眼不识泰山 醒来 无忧大师第三次喝倒 这一回 承染感受到了剧烈的头痛 他突然听明白了 无忧大师之前的那番话 于是在心里辩解 我什么都没有看破 我不留在宫廷 因为宫廷不留我 我没有牵扯家族 因为家族也不要我 我没有喜欢安平侯 因为他也不喜欢我 可是 我喜欢他 我看不破 于是他愈发头痛起来 无忧大师的声音回荡着 执念如何能看破 执念只能放下 醒来 承染的头愈发地痛了起来 大白沽墨底下的人 再难看清自己 赶忙变作一只大猫 初先拉了承染一把 四人骑上猫咪 大白一声长喵 飞快地跑了 远远的 承染看见一里鲜光 四人绕了一圈 回了心智的小院 大白拍着胸脯保证 能助众人改头换面 回头等各自的奶妈丫头 被派遣下山 重新花钱雇了 再各自做打算 三个姑娘十分兴奋 但见承染不太舒服 也识趣地各自休息 大白颇为担忧地望着承染 你是想起了什么吗 承染沉默了一刻 轻声道 我记得你第一次变成人 说你让我驱使三年 是不是因为 最多三年 我就会结束这一事了 大白妄图变回猫咪 被承染拖住 他慢慢说 毕竟我是仙人吗 历练自然越早结束越好 是吗 所以在家里无人看过我 你并不帮我出头 免得我贪恋人间亲情 进了宫 老皇帝得尽快死掉 我才不会留恋皇宫富贵 哥哥得失手杀了安平侯的人 我才不会迷恋 仗势欺人的王孙 这些事你都帮我避过去了 是不是 你都记起来了 是啊 承染慢慢说 可是你为什么 又做一些多余的事情呢 如果你不叫我喜欢你 也许都不需要等无忧出手 你可以自己独享这一个大功德 星寻仪也能因此非生成仙 不必在轮回里做一只猫 猫是不会哭的 猫生气了只会炸毛哈人 伤心了只会躲起来不敢见人 而大白留下了一颗眼泪 承染说 我曾经听过很多人间的祈愿 只觉得不过如此 可便做人才知道并非如此 这一世 我懂了很多道理 谢谢你 大白说 我喜欢你 以前我还是人的时候 我就特别喜欢你 后来我变成猫了 我还是喜欢你 我喜欢和你一起看山川河流 一起建立门派 可你是仙 我怎么能不让你看看你的世界呢 大白花了好些天的时间 给三个姑娘合作一张面具 下定决心戴上她 这一生便能换一张脸过火 又找到是要了钱与露营 那身份便也有了 三人兴奋的积极喳喳 一时要一起游历 一时又要买地盖房 一时又要合伙做生意 到了最后才慢慢谈起分别 林小辰说 我已经叫丫鬟偷偷给娘报了平安 娘说她在南方也有个陪价装子 便给了我 那里出产丧残 我以后就管这个 王玉章道 我家里很敬重怪力乱神 怕是不能说 也罢 我就留在这里 买些田地 寻一门小生意 你们若是过不下去了 便回来 到了楚仙 他倒是很诚恳 我想做个男人考科举 若是不成 我就出海 大白琢磨了一下 觉得楚仙此人想出事一出 便赠了他两张面具 好及时后悔 你和阿染去哪里 大白笑起来 我们俩去游历了 若是有事 便去跟鹦鹉狗鱼鱼说一声 他们虽然憨傻 但还是能喘的话 他迈出大门石 竖着尾巴 昂首阔步 他的小姑娘回到天上 可是没关系 他一定会回来找她的 全文完